黑貓日本研究所 大家好,我是QA,我是QA 歡迎大家收聽黑貓日本研究所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鬼門 鬼門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但如果你有看Dr.X的話 主角 鮮梁子名叫Demon 大門 有時都會譯作鬼門 鬼門的觀念 起源於中國 根據梁朝 經楚瑞士的記載 原來東海邊上有座山 叫做Dokso山 山上有一棵大圖樹 很繁茂 而東北方有一個鬼門 是萬鬼出沒的地方 神茶 玉女二臣是聚門而守 一旦發現 害人間的惡鬼 便會用繩索綁起來 便會餵老虎 因為這個鬼 很害怕神茶和憂慮 所以民間 就在門上黏了 這兩位大臣長 以驅邪鬼 現在鬼門所在的東北方向 仍然被視為不吉利方向 從日本的地理特徵上看 整個國家 是沿東北西南方向延伸 東北方和西南方 在歷史上是多戰爭 多疾病的地方 氣候也教其他地方很惡劣 是災害比較頻繁的地方 因此把東北西南方向 當作鬼門的思想 在日本更深蒂固 平安時代為了保佑 平安京都的安全 朝廷在東北方的山上 修建了延力寺作為鬼門鎮戶 同樣在江湖時代 修建了寬永寺 以保護江湖城的安全 現在日本人建屋時 也十分注意各個房間的方位 一般來說 廁所和浴室不可以建在東北方 廚房也不可以建在西南方 房間的正門也不移朝向東北方 如果迫於這個場地限制 必須將部分建在鬼門方向時 就要採取一些補救的措施 在房間的格顏色或裝飾上下功夫 一般日本人建屋時 都要請風水師提風水 合理地安排房間 以科學的角度來看 也是有道理的 因為朝向東北方的房間 光照不太好 陰冷潮室 所以不適合浴室和廁所 而朝向西南的房間 比較滿熱 容易滋生細菌 所以不適合廚房 聽起來有點像我們這個風水 不知道有沒有買樓或租樓的朋友 會去看風水 大門不可以對著廁所 廚房也不可以做什麼 有沒有比較熟風水的朋友 各位觀眾可以在下面分享一下這些 剛才提到鬼門 有些人會貼大神像在門口 也跟我們在香港或中國也相似 大家會看到 貼了一個神像在門口 可能是一些比較舊式的房子 現在大家 現代的年輕人 可能是比較少 但這也是一個 挺有趣 也挺值得保留的傳統文化 雖然有時候 我覺得新的時代 有很多值得欣賞好的東西 但舊的東西 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某些歷史文化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要保留 似乎日本就把這件事 保存得很好 在日本 因為以前唐朝的時候 流傳了很多中國文化 所以反而很多時候 大家在日本 會看到很多 很有中國特色的東西 是保存得比香港 或者比中國更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日本的時候 留意過這些 如果有什麼特別的 歡迎在下面留言 分享 告訴我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讚好和分享 我們下星期再見 再見 拜拜